那我们现在和就是15年前的状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害怕恐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绪 简单选择避选或者采用一些比较消极的避选资产的方式 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承受这样的增加 还能够produce或者提供足够强劲的利润和现金流呢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去穿越这个周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学历才会 我是博马奥财新周董事Chelsea 那就在5月3号的时候 澳联储宣布了加息25个基点达到0.35的这个水平 那这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的加息 同时也是近15年来第一次在大选期间加息 那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今天我们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博马奥财的首席分析师魏日浩先生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点 小西好 小西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在最近这种非常复杂的局势之下 包括我们也知道15年前 其实同样有一个在大选期间 发生的这个加息周期 那我们现在和大选 就是15年前的状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说有比较巨大的差别 15年前那一次情况呢 其实就是整个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 一波加息的过程 那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经济状况 就是经济增长比较快 随之而来的呢 是这个所有人的收入也在增加 通胀也在起来 所以呢 是一个正常的加息周期 不是那么的突然 那这一次呢 同样的我们面临着通胀问题 但这个通胀问题的背景呢 是从疫情走出来 又没有完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 有大量的供应链的问题 所导致的这样的一种通胀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市场的反应更加的激烈 大家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害怕 恐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绪 这中间我觉得就是 投资人也好 还是整个市场 还是普通澳大利亚人也好 就感觉的不确定性会更多 尤其还有这个 外部的一些这个政治问题 外交上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 以及这个目前的这次大选 可以说两党都不大令人 愉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您看好目前在澳洲的 这两党之间 您比较在哪一方呢 这里不公布个人的倾向 但是我们如果说看这个大选的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现在的执政党非常困难 或者说现在大多数人都预测这个 现在的执政党 也就是自由党加这个 Nationalist的这个国家党联盟会输 它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工党表现得更好 而是大家对他们在过去几年的表现可能更差 而且我们如果去看一些 重要的自由党的选区 尤其是一些长期的比较纯的比较铁的自由党选区都出现问题 他们出现的问题不是要输给工党 他们的自己的选区呢 也出现了大量的Independent 也就是这个独立议员 这些独立议员可能过去是自由党的这个偏中间派 不大喜欢现在自由党比较偏右的这样的一些倾向 以及不满意自由党在过去几年的一些表现 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种 我个人觉得这次大选不排除出现什么呢 Home Parliament 也就是说呢 不管是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 还是工党 这两个核心的这个大的党团呢 没有一家可以拿到绝对多数 中间可能会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独立议员 这些独立议员可能侵蚀的是很多自由党的这个选票 那么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少数派政府 这个对大量呢也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政府就会非常的fragile 就很脆弱 它的很多政策推行都会有问题 当然大选呢 这个还有两个星期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上一次大选呢 大家都觉得工党要大胜 结果呢 是这个自由党这个占据了这个多数 那么这次呢 你在最终所有人的投 做完投票 投票结果介绍之前 我们也不知道 但不知道这个事情呢 对于投资市场来说 永远是一个不大好的事情 没错 就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当然政治和经济 是是互相互相影响的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 就是周围比较紧张的一些投资人来说 政治的局势 地缘政治在加剧 澳洲大选来临 然后并且这个加息的周期已经开始了 那对于资产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像股票市场 像地产市场 像期货市场 波动在加剧 那对于投资人来说 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 开始进入了这个避险的周期呢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风险 但是呢 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实际的经济状况下 简单选择避险或者采用一些比较消极的避险资产的方式 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要说消极的避险方式 那你可能讲的是现金为王 你可能讲的是黄金 你甚至可能讲的是去买国债 但是如果我们去想一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呢我们并不处于一个经济萎缩的周期 与此伴随的是一个高通胀 那么这个和一个典型的经济下滑 经济负增长 甚至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同时连带着这个市场需求减少 甚至可能通胀下滑的一个典型的下行周期不一样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经济增长 依然维持在一个相对正常水平上 但是通胀的远远超过正常水平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选择 消极的避险资产 比如说现金 那很简单 外面的通胀是4%到5 这我觉得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 中期的这个实际通胀面临的问题 那么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 即使加息之后 我们说的这个激进一点 可以加到2%到3 你依然有可能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当中 是跑出通胀的 那么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合适的 黄金呢 那如果我们看过去半年左右的黄金价格 一直或者过去几个月一直在1900左右浮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持有黄金本身 所带来的避险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它确实是对冲 巨大的经济下滑风险 甚至战争 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风险是通胀 而不是这些东西 经济也还是在增长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采用的一个所谓的避险的方式 或者投资选择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去更加选择一下一些能够规避某些这个特殊风险 或者规避某些通胀风险的这些资产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记得您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其实你也预测 经济下滑可能并不是近两年来就会发生的 应该是在加息的末尾期才会发生 那现在如果又伴随着 比如说资产的价格正在下跌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到底该看哪一类 或者该布局哪一类的资产类型呢 那么我觉得顺着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 也顺着我刚才讲的所谓的积极的避险 你需要去寻找一些资产 这些资产是可以跑赢通胀的 那么这个资产一定是更加productive的 那目前的通胀还是一个高通胀 同时经济还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抛开大选其实是一个短期问题 它可能就是一个月的事情 那么这之后你还是要重新回到 正常的经济逻辑当中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能够保障你能够跑赢通胀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 大家仔细想一想通胀和加息 实际上对于一些资产 尤其是企业等等 或者这个商业运作最大的影响什么 最大影响在于债务成本的增加 在于你的这个 一方面是债务和资金成本 另外一方面呢 是你的这个原材料或者人工成本的增加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承受这样的增加 还能够produce或者提供足够强劲的利润和现金流呢 这样的企业呢 我觉得你可能符合两个核心的 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轻资产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债务成本不会过高的 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固定成本的投资 第二个呢 点呢是它的这个 它在自己的行业当中有定价权 那么它可以把成本的提高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嫁给这个使用者 或者它的这个消费者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有这样的定价权呢 一定是它的产品对于它的使用者来说 是必须的 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 那么这个必须呢 无论是个人消费品的必须 还是某些企业所需要使用的必须的这个服务 这都有可能是可以去看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可以长期sustain 或者长期抵抗通胀 然后这些企业应当有比较强劲的先进流 应当来说 它在自己的行业当中 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方向 在这个大方向的前提下 你可以去考虑是债的投资 还是股的投资 甚至呢 我们讲过很多次 目前的特色是二级市场波动巨大 比如说这个 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刚刚呢 就是美联储有加息50个基点 但是呢 市场反而大涨 因为美联储说我们加50不加75 其实还是那个点 市场知道你要加息 市场并不介意你加息 市场介意的是 你加息到底是什么样的节奏 是不是可预测的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加息的影响 price in 那么 美联储这一次呢 起码说了未来三到六个月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那么呢 大家就平静一点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想规避的话 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甚至可以考虑是不是规避两级市场的这个波动 不管是债务债权的还是股权的投资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去穿越这个周期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面 可以去思考的 那么除了这个大的框架之外呢 你可以加一个小点 大家关心地缘政治 大家也知道 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不是那么的好 可能短期之内很难立刻恢复 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 你去投一些可能不受外交关系影响的一些资产 这也是一个思路 对 谢谢首席的分享 那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 像这个Airbnb 我们之前做过的 其实也是属于轻资产类型的公司 包括给大家这个买一个官司 我们最近在看的这个项目 也是轻资产类型 并且它是在澳洲本地的一个龙头的企业 那它也是属于基建服务类的 不太受到这个经济周期的影响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也联系我们的团队 了解更多的信息 谢谢 大家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